然后还会需要做到所谓的保护工作表 那所谓保护工作表就是说 会有几个部分的资料 其实不需要保护 其他的范围的资料都要 就是其他资料都不能修改 因为那是自动产生的 所以能够修改的范围 大概就是白色区域 就是我现在指的这一块 白色的区域还有这个 这个可以让使用者去替换 像这个订单日期自动产生 也不能修改 因为自动会抓今天日期 那到后日期是 这个选取完自动产生的 所以那要怎么样去做 保护 保护部分的话 当然第一个 可以用储存格式里面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保护的话 就是要打勾 如果不保护的话 那就是不打勾 也说逻辑是这样 就是所有的储存格 先锁定 再把白色区域的部分不锁定 那底下这个隐藏指的是什么 隐藏公式 也就是里面如果公式 你要隐藏的话 那记得打勾就可以了 那打勾的话 理论上如果你整个工作表的公式 都不要让他看到的话 你就把它打勾就对了 好 那做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我的习惯是全选 先把这个工作表全选按右键 储存格式 先做什么呢 先把所有的储存格 所有的储存格设为保护 保护在哪里呢 储存格格式的最右边 有个保护 那你先确定 有没有打勾 这个打勾意思是说 我全部都要锁定 全部都要隐藏 OK按确定 那再来呢 把不需要保护的 就是这个 单号 客户 按卡锁键 交货日期 这个可以选 这个也可以选 就是这四个区块 是可以让他去跟动的 OK 那这边 那不过单号将来是 我们程式要能够写入 所以当然也不能把它说 程式如果要写入的话 你如果把它保护起来 也不能不能动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有四个 四个区块做什么呢 就把它选起来之后 按滑鼠右键 再储存格格式 那保护的部分 请你把它打勾取消 那打勾取消意思就是 这四个区块 不保护 其他都保护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OK 那做完之后呢 它不是马上就保护了 你做完只是说 你已经设定好了 真正保护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教育 保护工作表 真正保护从这边开始 那记得就是说呢 你要这个地方记得 你一定要设定密码 因为如果你不设定密码的话 按确定当然它会保护 不过呢 你会发现 如果说它要改什么呢 假设这个东西 它算便宜一点的话 比如说它修改 它按不能改 它会跳出什么 您要变更的那个储存格 或图表被保护了 但是它会提示你说 请使用取消工作表 有没有 所以它也会知道说怎么 如果那个人知道 再到什么呢 教育里面有个取消工作表 那因为你没有设密码 所以按下它就取消了 可不可以修改 可以修改了 所以特别说保护工作表的话 请你设定密码 再输入一次 好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当然它如果按Delete 没办法 或者按其他的修改 也不行 那取消的话呢 这个时候会输入密码 如果没有 它不知道密码的话 它也没有办法 去做任何变动 但是呢 可以输入的地方 比如说这边 普通键可不可以 可以 如果 抓取资料 公式 这边是 等下我取消一下 我看这边1234 我刚刚设计1234 这边下拉清单 是不是刚刚资料 资料验证 来源我这边是 我这边是 邮件 这个范围 那我刚可能是 邮件的资料来源 我是用性质 从性质 我看这个性质 那这边的话 把它改一下 可能刚刚有动到 还是怎么样 这边把它改成性质 F3 从性质来的 好 按确定 这样子 OK了 可能刚刚说动到什么地方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边可以动 没有问题 这个可不可以动 可以动 可以 它会自动去抓 删除可不可以 没有问题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可以 底下如果这边两个删除 底下也会跟着动 OK 所以这样子 不过这个好像没做到 这个应该也要做一个 如果里面是空的 这边也要是空的 OK 不然的话 这边也会跟着空 所以数量部分 也要跟着前面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做完之后 当然呢 我们就已经保护了 而且你会发现 里面的那个 公式 我刚刚是 我在 教育 刚刚没有保护到 1234 好 保护的时候 看一下 有没有 所有的公式就不见了 如果 这个时候当然 这个范围可以了 其他范围就不行 好 这个部分的话是有关那个 资料保护的部分 好 比较重要的部分 请各位注意一下 是选取你要选 我先全选 再把这四个区块 把它取消 就是那个锁定 然后呢 记得再到什么呢 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记得设密码 然后你再试一下 能不能就是做保护的动作 好 这个是有关那个 资料的保护 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就是 尽量不要让使用者随便的去 修改 不应该修改的资料 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说将来 你的资料就会同步了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 本来应该自动带出来的资料 结果 居然带出来的资料是错误的 哇 那就真的麻烦了 不应该错的资料 也居然也错 那就当然很麻烦了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如果他新增完之后 那我可以把资料 再新增一笔到什么呢 销后名系 那销后名系里面的话 我大概就是带几个资料 包含什么单号 订单日期 到货日期 客户编号 名称 电话地址跟总额 大概我就带这八个资料 其实就是在哪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资料 OK 那怎么样把这八个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 从这边带过去那边 这个地方的话 你恐怕要思考一下 第一个 这个它的哪个位置 如果是固定的 一般我习惯 表单这一边用range 带到这边的话 因为它连续 那我第一个可能需要什么 control向下 追踪一下 它最下面一列在哪一列 会得到一个什么 14 有没有 14列 那我要新增到哪一列呢 一定是它的下一列 加1 所以我会有个R的变数 这个R的话呢 就是向下追踪再加1 然后呢 分别是用 干脆用sales sales 第一列的sales a b c d 到h 总共有8栏 分别放什么呢 放这个 这边的range range的b2 这边的这个d2 一类推 那全部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那放完之后一样 再把旧资料删除 把单号加1 我试一下应该就OK 有没有 单号17过来了 对不对 然后自动帮我再把17加1 OK 那其他又恢复了 那如果电话又响了 那就再再做一次 电话来了 然后呢 资料就又填一次 填完之后的话呢 他告诉我说他买多少东西 然后按新增 他又过去了 我好像有些地方好像还没有 好 有一些地方可能再再改一下 这个资料又过来了 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每次 有点像真的就是你填 填资料啦 只是说把手动的资料 变成放到哪里呢 放到Esser里面 然后呢 做一个自动化 OK来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 刚刚讲的 有关那个资料保护部分 先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可以撰写 刚刚的那个 就是自动帮我把资料 写到 就是那个 消货名系里面 这个当然是相对的 难度会比较高啦 不过其实 只要你了解逻辑 理论上 其实算是 算起来算是 虽然要写一点程式 可是算是简单的程式 就是等于资料的搬移 从这边搬到那边去而已 搬完之后清除 清除前面都有讲过 塞个空的东西过来就好了 然后再来就是 清除之后 最后就单号加一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算是简单了 就算是简单了 就算是简单了